這個是這一期的那個教育部電子報 剛剛有兩個提到這個 他們用的是不一樣的雲端服務 但是都是設計、室內設計 好,您看到這裡 有沒有,這是教育部的 他就是利用這個 接著接著,有沒有,做室內設計 我最近有看到同學 拿這個我們使用沾丁做什麼 做迷宮 我第一次看到有同學 所以我在這裡有把它稍微記錄一下 在這邊,有沒有 同學拿來做迷宮的 還拿來畫恐龍的 在這裡 我就覺得很好玩 因為沒有看過同學 以前有同學這樣做過 那我們看一下這裡 他就是用這個來做室內設計 你看從教案有沒有 自己 不一定要去電腦上操作 你現在紙上畫 搭配新製品 先想一想 對不對 然後風水的格局 你可以 稍微涉略一下 這樣整堂課其實就可以做很多 好,就可以做很多 那這是一個 另外呢,這邊 空間郭曉石 這個也是用線上的 雲端服務的 欸,這裡不能看 沒關係,按清分頁 有有有,這裡可以 教育大事情 他是一個APP 那也有雲端服務 也有雲端服務 他也是用這個方式來搭配 就是變成教案的一部分 所以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就是雖然不是用我們使用占D 但是都可以是做室內設計的一部分 謝謝